嘉穎是否保持有打球 其實保持有打球的 但是不多 一個星期可能只要打一個小時 但是我覺得運動是保持著身體是很重要的 也要健康的 他一定會跟你打 試過 他還沒有很喜歡 他有試過其他運動 現在試著攀石或者羽毛球之類的 你兒子和大兒子都要打球 他有沒有玩的 小 五歲 我想還未足五歲 五歲之後就開始學一下網球 不知道喜歡不喜歡 雖然叫Nadelle Rafa 不是叫Nadelle 叫Rafa 但是未必喜歡打網球的 這個世界 所以到時候才知道 希望他們多元發展 又可以讀書之餘 又可以做多些運動 平時和他們一起玩什麼運動 三個兒子 其實太小了 他們未玩到什麼運動 都是扔一下波仔 跑來跑去 捉一下Tag 就是玩High and Seed 都還是停留這個階段的 踩單車仔 為什麼是嗎 單車仔都要輔助 還未真的懂得踩到 滑板那些現在很多小朋友都喜歡玩 有 那些叫做 就是踩著去的那些 又不是滑板 有一個Handle那些 都有玩的 他們一時一樣的 小朋友很難觸摸的 一時喜歡玩一樣的 一時喜歡玩一樣的 那你說聖誕節現在去哪裏 有機會去旅行的一家人嗎 我們現在計劃是農曆新年的 但是聖誕節會都是在香港過的 平時帶小朋友會不會都累的 有什麼分擔和praise 你有沒有小朋友 沒有沒有 你沒有啊 那你遲一點就知道 你有的時候 其實是 累我想就 需要一定的體力 這個是一定的 我不是說辛苦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累 當然會累 人會累的 你知道他們的體力是無限的 我們的體力是越來越有限的 那這個是會的 但是開心的 三個別很難說很難說的 現在是怎樣說呢 現在三個都是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 你說去到小學了 那就可能會free很多了 或者到時候他都不理你了 他只顧著自己 中學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段一段 他們會有自己的空間 那現在父母是他們的一切 所以這個時候是特別癡身的 那我怎麼分擔和praise的分工呢 那 可以的了 我們會分的了 有的了 會分到的 總之平衡 有一個balance 那可以說回那件事 就是那件事先 就是因為 就是說沒有時間去喝 然後又說到 不說了 浪費時間了 搞定浪費時間論 這個出現的 時間論了 首先我是沒有說過浪費字的 因為浪費就是浪費的意思 因為我都不夠時間 哪有得浪費呢 所以其實我都猜不到的 當日是做了一個回應 說會不會出席到馬民的婚禮 之後就出來很多 我都憑空想像不到 那麼多不同的版本 所以我之後就跟馬民說 真是不好意思 我還看見他要出來幫我澄清 當你在結婚前 因為我們結過婚 也知道結婚前是最忙的時候 最多瑣碎事要搞的時候 他還要出來幫我澄清 你想想我增添了他 有多少煩惱 所以在我的講話 太太清簡潔的 又不解釋的 被人誤解了 而令到他增添麻煩 我是很不好意思的 所以我跟他說 真是sorry 所以我跟他說 這次真是欠你一次 所以其實是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 因為為什麼這樣呢 我們在我的訪問之前 沒有說什麼不和傳言之後 已經我們兩兄弟已經搞定了 說真是不好意思 這次真是未必來到 他說得我理解 我很感謝他 他很明白對方的困難 他說不如這樣吧 我們等你忙完了 我們吃一頓飯 我再親手送個禮給你 我們再幫你慶祝 他說OK啊 沒問題 想不到 那就搞到好像不和啊 或者好像默免啊 清蒂什麼情仇啊 我就搞到這樣了 你打算就心照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因為我不覺得 需要跟其他人解釋的 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 我們兩個拆定了就可以了 是不是 四四六六都拆定了 OK 大家接受了 那就沒有想過 還要向其他人解釋 因為始終是我和他們之間的事 那會不會再扶貼一下 我們又吃一頓飯 當然晚年那頓飯一定要吃 那夾到時間 其實大家都是夾的 要大家夾齊時間夾到時間 我都希望大家夾到 夾到便出席了 是 是 搞到老婆 過幾天 之前那件事發生之後 太太又互動出來 跟著又說 房長又中槍啊 又回答 所以我就要改善我講話的方式 我現在就要改善 不要被人誤解 或者有其他的解讀 不要做不必要的麻煩給其他人 我的底線是 自己怎樣 自己受到是OK的 因為你堅持你的性格 或者你堅持你說話 但是你不可以影響別人 這次就影響了別人 影響了馬明 影響了太太 或者影響了其他人 那我這個是不想見到再發生的 所以我會很留意的 但自己都有沒有不開心啊 因為可能每次遇到一些東西 可能那些人又不知怎樣寫 又冷靜來寫 有很多人 這樣講 就是你做這個圈 有些東西就 人家說又吃得咸而抵得渴 但是 如果你有些東西 你堅持 你覺得你這樣的性格是對的 或者你這樣做是對的 有時候就要 要有個 就是你要承受那個後果 但是你自己承受 好 好了 如果你牽連到其他人 就不行了 這次就牽連了其他人 所以這個是有個界線 如果是我自己承受的 我未必會出來發聲 但是這次 不是我只有我一個 要出來交代 我覺得 真的很不好意思 某程度勢 有時候 你自己都要調節一下 究竟怎麼回答 如果 但是我自己覺得無聊 但是牽連到其他人 就變成不無聊 是不是 我可以說自己 我鼓聲吞了它都可以的 但是其他人 沒有理由為了我的失誤 要承受這個責任 那你有沒有留意之前 吳小弟又出IG 又寫一些東西 那大家又 就是很容易的 去進來進去 又好像覺得是在寫著你 就是在說著你 其實親戚家裡的東西 我就不想多說 如果真的我這麼聰明 可以這麼圓滑 做到雙面人 我今天就不用站在這裏 和大家說這番話 那我覺得 是的 是 堅持自我 是要承受的 某程度上